就在刚刚 上古神兽金翅大鹏 冲破了封印 将禁不他的人 尽数湮灭 而意外失去坐骑的斗缺 他立下约定 只要接下三招 金翅大鹏 就会成为他的坐骑 这就是你十分之一的力量 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实力这么强 却还伪装成练体径的样子 你藏得够深的 少说废话了 开始你的第二招吧 我丑话说在前头 这次我会用我八成的力量攻击你 不想死的话 你还是躲开的好 神兽 金鹏好 好家伙 你这一招 是要用灰尘把我枪死吗 真是阴险的招式啊 这可是我的成名绝技啊 我好歹也是通玄境的妖兽 难道我真的要成为他的坐骑 小子 我是先说明白 我接下来的一击 会空前的强大 一旦出招之后 我也不可能收回来 你确认要接吗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只管出手就是了 罢了 我好话说尽 如果死了的话 就只能怪你命不好了 这一招你若是还能扛住 那我当你做起 也未尝不可 神兽 天威 刚刚那一下 就弄出了那么多灰尘 如果这一下再落地的话 那灰尘还不得枪死我 不行 不能让它落在地上 我要主动出击 天道拳法 第一是汉山 这这这开玩笑的吧 这一拳的威力 难道它是龟虚镜 三招过去了 现在你怎么说 罢了 任睹服输 给一个龟虚镜强者当作起 也不算亏 在下金鹏盟 愿做主人做起 还不知主人怎么称呼 边北城 斗区 斗区吗 我记住了 好了 我现在赶时间 待会回边北城 与此同时 罗家之内 朱大彪豁然睁开了双眼 这气息 金鹏王 金鹏王 这家伙也要对罗家出手 我下期待会响 我下期待会儿 我下期待会儿 这家伙也要对罗家出手 我下期待会儿 什么时候 你下期待会儿 起来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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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